佛光照大地 法喜賣人間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曹燕俊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关心的 是星云大师在日前受邀出席了 由杰出华人文化促进会所主办的 第二届全球杰出华人奖的颁奖典礼 而主办单位也颁赠了终身成就奖给星云大师 肯定大师以慈善弘扬佛法 并将佛法落实人间化的理念 这对于整个华人世界来说 有着无比的贡献 第二届全球杰出华人奖颁奖典礼 日前在香港举行 而得奖者都是来自各界的精英俏主 当中包含了在艺术 文化 教育 慈善 经济 等等各种不同领域上 有所贡献的杰出人士 而其中被公认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画家之一的 刘国松先生 是在场少数几位货班奖项的台湾地区代表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传统的绘画 找出新的境界 也为两岸艺术家间的创新探索 和互动交流起了引领的作用 画了七年的西画之后 跟西方的那些大师的脚步追随 但是结果后来发现这样也不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受 我就提出一个口号来 我说模仿新的也不能代替模仿旧的 抄袭西洋的也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把我们现在自己的感受 把它老老实实地表现出来 不要再去把古人的感受 拿来当成自己的感受 这样的话 中国绘画就会没落 就会消失 所以说希望大家好好的创作 而西云大师这次也应邀出席典礼 并获颁全球华人终身成就奖 肯定大师对于发扬中华文化 及弘扬人间佛教的贡献 大师也谦卑地说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能有这样的结果都是先人前辈的功劳 作为后辈的只是传承 还需要大家共同成就 孔子孟子他们的地区中华文化 所以到处中小人爱 赛心血和平 离异灵死 他认为我们历代这个国家的社会人民 奉行的范围 奉行的道德的根本 所以中华文化 一面是维护了我们的传统 一面呢又要把它重播到世界高高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与大众分享思想智慧与成功经验 凝聚结出华人的光荣与梦想 让全球华人共逐复兴中华的伟大中华梦 人家卫视罗志宗 香港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